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它具有补血氧气使人容光焕发的功效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可以降低人体的血液凝结 其中的胶质还可以把残留在人体内的杂质吸附到一处并排出体外 因此常吃黑木耳能够很好地预防血栓的发生 4.西兰花 西兰花里面含有的大量类黄酮 能够有效地阻止胆固醇氧化 防止血小板凝结 清除血管里的垃圾 所以多吃西兰花可以预防血管堵塞 以及动脉硬化的情况 5.芋头 芋头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以及植物纤维 它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有补中益气的效果 经常吃芋头既可以增强体质 还可以产生免疫球蛋白具有解毒的效果 但是因为芋头的淀粉含量较高 所以建议糖尿病患者应该尽量少吃或不吃 6.猕猴桃 猕猴桃也是一种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每100克的猕猴桃当中 含有69毫克左右的维生素C 是合成骨胶原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 平时多吃一些猕猴桃 能够帮助我们打造柔韧性强的血管 此外还能具有降血压的作用 7.山楂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山楂是一种不错的抗血栓中药 山楂含有脂肪酸 具有化着降脂的作用 进而促进脂肪的消化 能够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从西医角度来说 常常用山楂的提取物 治疗心血管疾病和心脏病 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 防止心肌缺血缺氧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